大便前头干硬,后便软粘,可能是这五种病害的很多人没意识到。 今天,我在上厕所时发现刚开始拉的大便很硬,但后来就变得软了,我是否得了肠癌? 这是一位粉丝的私信求助。 据说,无论男女,以81岁的寿命来看,一生要排出11吨的大便。 可见大便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大便还是身体健康的某种信号灯。 那么,大便前硬后软是肠癌的预警吗? 大便,这一人体健康的晴雨表,承载着人体的健康信息,它有着六大标准。 如同健康的黄金定律,揭示着人体的奥秘。 其一是颜色,正常的大便应是黄褐色或黄色的,然而,饮食也会对其产生影响。 例如,摄入奶制品后,大便会变为淡黄色。 而摄入较多绿色蔬菜时,大便会偏向绿色。 过多摄入肉类会让大便呈现出棕黄色。 此外,吃了猪肝、猪血或是服用中药后,大便会变成黑色。 其二是形状,正常的大便应是条状软便,不粘连便池臂,水冲过后便如洗净的瓷器般洁净。 然而,摄入高蛋白食物时,大便会变得偏硬。 而摄入大量碳水化合物时,大便则会偏软或成糊状。 其三为数量,正常的大便形如香蕉,长度约为10到15厘米,重量约100克,每次2到3条。 然而,食物种类和量也会影响大便的数量。 例如,膳食纤维量多时,排便量也会增加。 其四为气味,正常的大便带有微臭,这是细菌分解后产生的粪臭素所致。 特别是爱吃肉的人,大便的气味更重一些。 其五是排便感觉,正常的排便感觉是在五蜜内排出,便后无残留变异。 最后是次数和习惯,正常的人每天会排便一次。 不过,每个人的排便次数和习惯都有所不同。 只要没有排便困难或不是,都算是正常的。 这六大标准,就像是健康的明镜,反映出我们身体的状况。 每一份大便,都是生命的独特印记,是人体内外的和谐体现。 因此,我们应该珍视每一次的排便,让健康从这一微小的生活细节中开始。 大便的不正常常常是肠道问题的反应,比如消化不良,结肠炎,直肠炎和肠癌等。 这些疾病可能导致肠道功能紊乱,菌群失衡,最终影响大便的形状,导致前头干硬,后便软黏的情况。 另外,如果肠道水分代谢不足,也容易出现大便鲜硬后软的情况。 水分在肠道中起到润滑作用,缺乏水分就像缺少润滑剂,使大便变得相对干硬。 而新产生的大便由于水分还没来得及蒸发,所以就成软黏的状态。 如果人们在日常排泄中遇到这种情况,不要过于担忧,建议进行粪肠规和胃肠镜检查。 即时查明原因并根据医生的建议对症处理。 1.肠膝肉 肠膝肉的早期判断方法可以通过观察大便来实现。 如果人们在排便时先感到干燥,随后粪便又变得软化,并伴有间歇性的黑便或血便, 那么就需要去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肠膝肉是指粘膜表面突生长出的异常组织。 通常在未确定其病理性质之前被称为膝肉。 这种疾病的发生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男性比女性更常见。 以节肠和直肠膝肉最为常见,而小肠膝肉较少见。 肠膝肉的大小各异,小的只有几毫米。 像米粒一样,而大的膝肉可达到直径3到4厘米。 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肠道阻塞。 膝肉分为单发性和多发性,但生活中多发性膝肉更常见。 有些患者的肠膝肉甚至可以达到上千个。 有些膝肉的根部与粘膜相连的地方有长短大小不同的地。 这种被称为有地膝肉,而有的膝肉呈弥漫生长。 称为扁平膝肉或者无地膝肉。 尽管形成膝肉的原因非常复杂,但绝大多数膝肉都是良性病变。 不会危及生命,因此不必过分担心。 然而,有一部分膝肉有癌变的倾向,一旦发现需要积极治疗。 血变、钩变和大变先干后失,以及大变不成型都是肠膝肉的粪便变化。 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应尽快去医院听从医嘱进行治疗。 二、脾胃虚弱。 脾胃虚弱会导致消化功能出现问题,就像食物的加工厂运转不良一样。 同时,脾还负责运化水液,如果脾气虚弱,食物不能被完全消化。 水液代谢也会失常,这也会导致大变前硬后软。 这类人往往会感到疲惫不堪,四肢无力,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 胃口也不好,容易消化不良。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参考一个身灵白竹丸来健脾化湿,帮助脾胃的功能恢复正常。 三、体内湿气大。 湿气过重会导致便秘,严重时还会出现湿热型便秘。 表现为大变前硬后软的现象,湿气会影响整个消化系统,导致大变异常。 体内水分排出不及时,加上湿气中大变不易成型,进而导致前硬后软的现象。 建议在日常生活中多用热水泡脚、排湿。 注意饮食以清淡易消化的饮食为主。 少吃坚硬难以消化的食物。 四、肠癌。 有些人听说前头干硬,后变软黏是癌症的前兆。 于是每日忧心忡忡,其实这是多虑了。 确实,肠癌患者在局部肿瘤的压迫下,大变可能会出现不成型的情况。 且因为大变位置的差异和水分吸收功能的紊乱,可能会出现先干后是淡的事情况。 只要人们及时发现,及时治疗。 康复的机会仍然很大,肠癌又称大肠癌。 在早期往往无症状或者症状不明显,仅表现为感觉不适,消化不良,大变饮血等。 但是随着癌症的发展,症状也会逐渐出现,例如大变习惯改变,腹痛,变血,腹部包块,肠梗阻,大变不成型等。 货瓣贫血,发热和消瘦等全身症状,并且因为肿瘤转移,浸润等,也可引起受累器官的变化。 大肠癌通常因其发病部位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临床症状集体症。 5.肠道一肌综合症 肠道一肌综合症,又称IPS,是一种已负症。 负痛,排便习惯和大便性状改变为临床表现的肠道功能稳烂性疾病。 该综合症缺乏未肠道结构和生化异常。 常见于中青年人,发病年龄多见于20到50岁之间。 女性比男性多见,且具有家族聚集倾向,常与其他未肠道功能稳乱性疾病办法。 例如功能性消化不良。 学者按照大便的性状将肠道一肌综合症分为腹泻型。 便秘型、混合型和不定型四种临床类型。 在中国,以腹泻为主型最为常见。 虽然此病相较于其他严重的疾病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但它仍然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因此,当发现此病的症状时,应及时就医, 尽快治疗,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肠癌的发病率逐年升高,危害性极大, 甚至危及患者生命。 因此,提醒大家要提前预防。 在饮食方面,建议适当增加粗粮的摄入, 如紫米、糙米、红豆、远麦等。 每天摄入90克以上的粗粮可降低17%发生肠癌的几率。 增加蔬果的摄入, 每天至少摄入300克蔬菜和200克水果。 减少红肉、加工肉的摄入。 这类食物在制作或加工过程中可能产生有害物质。 吃多了可提升肠癌发病率。 此外,积极参加锻炼, 每周至少保持5天进行中等强度运动。 不仅可以提高免疫力, 还可控制体重、预防肥胖。 避免因脂肪含量过高而导致炎性因子水平上升。 最终诱发肠癌。 对于预防肠癌,除了生活干预外, 还要定期筛查,特别是40岁以上。 有家族遗传时等肠癌高危人群建议定期进行结肠镜筛查, 以便早期发现大肠癌前病变并及时处理。 如果出现大变异常, 怀疑肠癌,最好的办法是去医院进行针对性的检查, 再进行干预。 肠癌近年来比较高发, 大家也要提高警惕。 做好预防,发现问题,及时就医。 无论医院的检查案, 许多年有预防 疯药宁建议定期盈状行为